穿著紫色上衣的平頭男子 在圓景指示之下 來回走動 原來他是席臀又席胸的色狼 他走路一搏一搏的模樣 正成為圓景的破案關鍵 當時這名男子被監視器拍下 他是如何非禮兩名女大生 原本兩個女大生好端端在機車旁聊天 沒想到這名色狼突然靠近 趁機席臀 已經夠嚇人了 沒想到他還變本加厲 接著男子一搏一搏的走進大樓管理室 女大生還驚魂未定 沒想到他又衝向女大生 伸出弦珠手想攜胸 女大生大叫求救才把他嚇跑 事後被害女大生下得報警求助 還跑往要大家小心再小心 原景也幫忙調出監視器 和林里長合作 總算揪出這名犀胸之狼 表示說只要看到別人受驚嚇 就會有莫名的成就感 當日只是想要嚇嚇女大學生 並沒有傷害被害人的意思 原景上門逮人嫌犯落網 還變稱席臀又犀胸 只是因為好玩想惡作劇 但這都是藉口 警方還是將他神之以法 記者連家慶台中報導